当然我们平常吃太多,太大口,喝太急,边吃边讲话都有可能会呛道 但是常常呛道这件事本身背后也有一些疾病的成因 所以不要太轻松呛道这件事哦 那我们可以仔细地观察一下自己 那请你去找医生评估一下 各位美医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复健科医师王毅倩 那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呛道 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吃饭会呛道 喝水会呛道,连放空也会呛道呢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平常吃太多,太大口,喝太急,边吃边讲话都有可能会呛道 但是常常呛道这件事本身背后也有一些疾病的成因 所以不要太轻松呛道这件事哦 譬如说最常见的紧绷型吞咽障碍 那这群病人会觉得 吞咽的时候觉得喉头很紧吞不下去 它的特色是在我们的喉头上下 还有脖子,这附近的肌肉 如果去捏或者是按压都会痠痛 那这是比较像紧绷型 那再来就是老年型 如果年纪慢慢变大 喉头的肌肉无力也会导致吞不好 那特色就是我们如果观察老人家 它的侧面头头的夹角会变小 软骨会掉下来 那这比较像老年型吞咽障碍 那除了肌肉的原因之外 因为肌肉是神经控制的 所以神经性的疾病也会造成吞咽障碍 很多脑内的疾病 比如说是脑瘤 中风 肺化性的巴金森症 都会有吞咽障碍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局部这些构造的疾病 比如说像它比较害怕的 口腔癌 蛇癌 咽喉癌 下咽癌 声道癌 那因为有异物占据 所以吞咽会有异物感 然后东西吞不下去 那这些也会有吞咽障碍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吞咽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吞咽这个动作 吞咽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精密 大家想想看哦 这是我们的口腔 平常我们的空气 还有我们的食物都在口腔里面 可是到了猴头这里呢 空气要走空气的路 食物要走食物的路 那平常呢 我们空气都是通畅的 因为我们随时要呼吸 在我们呼吸 还有讲话的时候 都是走我们声道这条路 那但是吞咽的那个瞬间呢 我们声道要关起来 然后我们的慧咽软骨 就像平胶道 它要切换 从这个路搬过去 然后卡到另一条路 这个瞬间 我们的食物就要走我们的食道 那一两秒的时间内 食物过了以后 啪嗒一声 我们慧咽软骨又要切回来 所以这个瞬间呢 我们就是要把食物跟空气分开 所以平常我们如果边吃饭 然后边吞咽的话 就是把我们的嘴巴 吞了很多空气到胃里面 然后就容易打嗝 或者是 我们不小心把食物掉到气管里面 就会呛到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声道通畅 食道是解闭 所以这个控制 这个切换是由神经 所以神经受损 当我们脑部出现脑油 中风 或者是脑外伤的时候 这个神经的讯号不及时 它就会有吞咽障碍 那如果我们在口腔里面 舌头里面 喉头里面 声道里面 长了一些癌症 那也会造成吞咽障碍 吞咽障碍造成的后果 大概可以分为 轻中重三个等级 那比较轻度的 基本上大部分是病人的不适感 他会觉得不舒服 比如说他每次吞 他都会有压力 觉得喉咙会痛 或者是吞完喉咙都会有沙哑的感觉 那这是属于比较轻度的 那如果吞咽障碍继续往前进展的话 他就会变成中度的 所谓中度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 第一个就是体重开始下降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进食时间延长 专心吃还是会超过30分钟 这其实是一个警讯 那一直反复咳嗽 造成喉咙疼痛 声音杀哑 这也是一个警讯 那中度的病人呢 普遍都会有一些社交上的问题 因为他去吃饭 然后吃很少 人家好心帮他夹菜 说这很好吃 然后他说 我这我不想吃 他会拒绝别人 他会有个心理压力 因为这个我吃了会呛 因为他可能也不想解释 所以这些已经到中度的病人 通常生活品质已经开始下降了 那到中度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 发生肺炎 那呛进去的食物如果少量 大部分你的肺 还有一点自清的能力 我可以咳出来 可是如果呛的已经很大量了 咳都咳不干净了 就会造成肺部有脏的食物囤积 产生细菌的繁殖 就是变成肺炎的意思 那如果出现这种现象 其实一次就是中度的呛咳了 那为什么我们说 肺炎不能够让他常常发生 因为如果发生两次 三次的肺炎的时候 他肺就会慢慢的产生纤维化 那如果肺功能开始变差的时候 他可能走屏幕也会传 上下楼更传 那到最后渲染开始下降 导致肺变得很硬 会连带伤害到心脏 连心功能都会受伤 那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因为一次肺炎 就直接去世 都有可能 不过大家不要太紧张 即便不会一口气突然变成重度 我们一定会由轻中重慢慢的恶化 那在轻度中度的时候处理 其实都是来得及的 那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 我认真吞的时候会不会呛到 如果连安静认真吞的时候都会呛到 那我们可以找医生评估一下 然后第二个指标就是 如果我吃饭没有分心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要超过30分钟 才能吃完一个正常沉沦的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我体重掉了 我已经有认真吃了 我没有刻意减肥 那请你去找医生评估一下 那另外就是肺炎 到底什么是肺炎 什么是感冒呢 第一个肺炎几乎都会发烧 再来痰 痰会非常多 我们会从肺的深部 一直咳咳咳出脏痰 再来喘 我们一般感冒不太会喘 可是肺炎就有可能 我好好坐着都觉得很喘 所以如果像肺炎的时候 然后吃饭会超过半小时 认真吃安静吃还会呛到 或者是我体重掉 以上这些现象 请大家找个医生评估一下 吞咽障碍其实我们刚讲到 还有很多的成因 所以原德上它是一个跨科的 觉得你吞咽有义务感 你会担心正面长不好的东西 那第一个就是要看耳鼻后科 不只是喉咙吞咽有问题 我其实手脚有一点障碍 那有可能是中速性的 脑内的问题 巴金森或者是脑瘤 脑中风 那这些可以找食肌内科 那如果有一些 同时半是有食道内流的现象 那会灼伤我们的食道跟喉咙 所以这一区喉咙会疼痛 也会有疼痛型的吞咽障碍 那这个可以找肠内科 评估有没有食道内流 或者是以上的检查全部都正常 评估比较像是紧绷型的吞咽障碍 肌肉控制的异常太紧了 也可以找复健科处理猴头的肌肉 同时连脖子的肌肉的紧绷 也可以一起处理 那要避免嗆壳的发生 不管是任何人都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要专心吃 也要边吃点讲话 然后慢慢吃 不要着急 那如果是针对老人家的话 还要注意一个就是食物 我们尽量不要混杂吃 比如说像我们吞面功能很好 我们边吃面边喝汤 其实我们都吞的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是老人家的话 他吞咽力量没有那么大 吞咽反应也没那么快 这样子喂可能就会呛到 比如说我们都建议要小口吃 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用汤匙来喂 我们就可以控制每一口的量 而且我们可以控制每一口放的位置 我们可以放在舌尖 可以放在舌头的下面 让老人家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去 就不会呛到 那比如说我们又常常说 我们要低头吃 头一滴的食物就会停留在口腔做咀嚼 然后要吞的时候再回到正位 那这样子就会慢慢的掉下去 让我们吞 所以我们在喂食的时候 以比较浅的器具 就会比深的器具好 比如说长的杯子 我们在喝的时候忍不住就会抬头 那比较浅的碗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那另外有一些老人家 已经装甲牙或没有牙齿 然后他没有办法一定要喝流脂 所以就会给他们喝吸管 那用吸管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放在嘴巴前面就好 不要放太深 而且要让老人家我们头低低的去吸吸管 因为你如果不小心含得太深 然后又抬头的话 一吸进去就在舌根了 所以用吸管喝的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喔 头低低的 含浅浅的 不要含深 那要先区分一下 到底我是紧绷型的呢? 还是无力型的吞念障碍 如果是紧绷型的肌肉太紧 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些肌肉的自我放松 看到从耳后接到我们的胸口 这一条胸手乳涂肌把它捏一下 如果觉得很痠痛 可以自己稍微做一点按摩 然后另外一个按摩的点呢 就是我们的耳后 这一块胸手乳涂肌的根部 这块肌肉如果放松 我们的食道比较能打开 所以可以在这边用两只手指头 做一点轻松的按压 然后不要太用力 觉得有微酸 压住不放 配合一点轻度的转头 让这些肌肉慢慢的放松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是无力型的吞念障碍 我们就要做一点肌力训练 那我喜欢让病人做三个动作 三个方向的肌力训练 那第一个很简单 我们用我们的舌尖 去顶住我们能牙的后面 有点说像L的这样的 L的这个声音 然后用力顶 往前顶 然后这个是训练我们舌头 舌面中间这一段 会觉得酸酸的 现在要让它酸 酸个五秒左右 就会增加我们肌肉的收缩 然后第二个动作 我们做舌根 我们用舌根 去顶我们的悬涌锤 我们用手 摸着我们舌骨的位置 用力顶 可以看到舌骨往上抬 那也是一样 做五秒到十秒左右 让它觉得酸酸的 但有一些病人 它的悬涌锤很敏感 它这样用力顶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想偶心想吐 如果有这种现象 就不要勉强 那第三个动作 我们要练这一块肌肉 也叫底部的 我们的练法呢 是用我们的舌头 去顶我们的脸颊 把它顶到凸凸的 可以把它顶出来 然后我们用一只食指 来帮它做一点肌力训练 找到舌头 互顶 用力顶 顶五到十秒 酸的部位应该在舌头里面 或者是在我们的下发肩区 都是对的 因为我们要练的就是 这些肌肉 那这时候有一些病人会说 哎呀我已经开过刀了 或者我有中风过 我舌头控制不良 如果做不到的时候 其实也蛮简单的 我们把手洗干净 把手指头伸到嘴巴里面去 从里面去做护顶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人在做这动作的时候 跟我说酸在脸颊 那就错了喔 心里放松 重来一次 我们要练的是 舌肌跟舌头下方的肌肉 舌骨上肌这一区 让它会酸、有长肉、有肌力进步 那就会改善我们 比较无力型的吞咽障碍 那各位美医治的朋友 如果你们自己本身有吞咽障碍 请及到就医喔 如果你的家人 因为疾病的关系 有吞咽困难 也不要放弃喔 现在医疗的介入下 还是会有进步的 那以上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喔